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接的提出香港议题和香港国王法 但是两国的外长其后在举行的联合记者会期间 有记者就挪威国会议员早前提名香港人 敬出诺贝尔和平奖仪式向王毅发问 触及到了中共当局的痛点 王毅表示说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 中方都坚决拒绝任何人士 企图利用诺贝尔和平奖干预中国内政 也拒绝将诺贝尔和平奖政治化 英国诺丁汉大学欧中关系问题专家 傅罗达就表示说 相信王毅此行事奉了习近平的旨意 在疫情危机之后安抚欧洲各国 但是依然难改习近平蛮横的外交做法 相信这种威胁式的表态 会激起欧洲国家的反感 早前傅罗达曾经发起联署 敦促欧洲以及其他的西方国家 改变重贸易轻人权的对华政策 2019年10月份的时候 挪威自由党议员 现任挪威的教育部长梅尔比 提名香港人作为今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 他认为香港人的行动远远超越香港本土 影响到了世界其他地方 而当年9月的时候 梅尔比也清零香港反送中运动了现场 香港民阵前副召集人黄义武 曾经与支持港人的梅尔比进行了会面 他戏谑王毅可笑的表态 其实是神助攻 让有些不敢招惹中共的挪威当局 不得不面对香港的议题 黄义武表示说 中国连诺贝尔和平奖的存在意义都威胁到了 这对挪威人对他们自豪的诺贝尔和平奖来说 这是一个很大的警告 他们的国民应该开始担忧 他们的国家是不是应该继续这样依赖中国 中国与挪威自2008年起开始自由贸易谈判 但是在2010年 挪威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中国意见人士 作家刘晓波之后 中国使出了禁止进口挪威三文鱼等一些贸易制裁招数 即至2016年底的时候 两国才宣布双边关系正常化 王毅在讲话当中 对诺贝尔和平奖的问题指手画脚 成为了舆论的焦点 瑞典驻欧洲委员会前副主席林德布劳德 表示说 王毅要求不要将该奖项政治化显得霸道 而且愚蠢 他似乎根本不了解诺贝尔和平奖的历史 另外 王毅在这次访问当中 在武汉肺炎病毒疫情议题上 也再次表现出了战狼的本色 宣称中国虽然是第一个 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病毒的国家 但并不意味着病毒就发源于中国 他也表示说 鉴于新冠疫情的影响 中国和挪威之间早日完成谈判 对双方以及全球供应链之间的经贸合作 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执行国安法港警察民主派的社群贴文 范旧长 来自法新社的报道指 香港港区国安法不述及既往 但香港警察正在依据政府的要求 对批评者以往的言行 包括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的贴文 来加强国安法之下的调查行动 北京于今年6月份的时候 对香港实行了港区国安法 中国形容此为悬在民主派 反对人士头上的一把劲 当局承诺此法不述及既往 但是迄今20多起的逮捕的详情显示 民主派的人士在港区国安法 颁布之前的政治演讲以及网络贴文 已经成为了当局调查的重点部分 港警借此取得了搜查令 并且进行了突击的检查以及逮捕 一名参与国安调查的律师 匿名告诉法新社 他们追溯你的历史 并且从中寻找相关性 并且表示说警方有权将过去行为 作为背景资讯 以作为调查以及未来审判的依据 社群网站上的旧贴文 也成为了警方注意的焦点 19岁香港学艺人士钟汉林 与其他三人于7月29号遭到逮捕 被控煽动分裂国家罪 钟汉林是支持港独团体 学生动员的前成员 在港区国安法实行之前 这个团体就已经解散了在香港的分会 港警指出 名为创制独立党的海外团体 曾经在脸书上贴文 鼓吹建立香港共和国 当时港区国安法已经颁布 其后钟汉林等人被捕 钟汉林否认他与这则贴文有关联 他表示 港警在拘捕他40小时期间 所出示的证据 多半都是他过去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论 钟汉林告诉法新社表示 这些贴文都是在法律生效之前发布的 最旧则贴文是在2016年的时候张贴的 日经新闻成为国安法之后 首个被调查的在港外国媒体 法新社星期五也就是28号的时候 报道表示说 日本经济新闻香港支局 本月10号被三名警员持搜查令 上门调查和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 被引用港区国安法拘捕 还有200名警员搜查一传媒大楼 是在同一天 成为了港区国安法7月1号实施之后 首间被香港警员登门调查的 香港外国媒体 来自法新社的报道就指出 日本经济新闻香港支局被调查 和报章一年前 一则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的广告有关联 来自香港媒体的报道就指 该广告在去年8月19号刊出 且有为自由称香港的字句 赋以催泪弹打进鸡蛋的图片 并附由已解散的香港众志的英文名 来自香港媒体引述消息 指接广告的是 日经中国香港有钱公司 和日经香港支局没有关系 日经香港支局又表示 不会响应事件交由日本总部来进行处理 值得留意到的是 一传媒大楼以及日经香港支局被调查的当晚 香港前众志的成员周庭同样被警方引以国安法拘捕 指他涉嫌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 不遵守防疫规范 南非超过28万人遭到逮捕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就说 南非为了防止武汉肺炎疫情实施了封锁措施 在3月26号到7月9号封锁期间 有28万47人因为不遵守防疫规范 遭到了警方的逮捕 大部分人被捕的理由是没有待在家中 报道指20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之后 南非政府自3月26号 仅实施了最严格的第五级全国封锁 几个月以来已是疫情状况逐步的开放了 但是8月18号起进入了第二级的措施 报道指被逮捕人数最多的前三省 分别是西开普敦省有60261人 豪登省有54377人 以及自由省39380人 来自南非新闻网站时报及时消息 28号的报道就指出 有155166人因为没有遵守 待在家中的规定而遭到了逮捕 有7517人因为没有遵守 不得贩卖非生活必需品而遭到了逮捕 有4694人因为没有遵守 公司不得运营而遭到了逮捕 有3839人因为没有遵守 不得跨省活动而遭到了逮捕 有732人因为没有遵守 车内载客量减少50%而遭到了逮捕 有15532人因为没有遵守宵禁而遭到了逮捕 另外有5593人因为没有遵守 禁止销售香烟而遭到了逮捕 其他被捕的原因还包括了违反 禁止集会散布假新闻和不正确的信息 以及没有提供正确住宿者的讯息 而遭到了逮捕 南非新闻网站健康24的资料就显示 至8月27日为止南非确诊的病例达到了61万8286例 13628人不治 确诊患者当中有53万1338人已经康复 是否制裁白俄罗斯的总统 欧盟出现了意见上的分歧 来自法新社28号的报道就指出 已经执政了26年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在被指舞弊的大选当中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引爆了示威浪潮 欧盟国家对于是否要因卢卡申科镇压抗议的做法 而将其纳入制裁的对象 目前意见存在分歧 法新社28号的报道就指出 针对涉及白俄罗斯选举舞弊和暴力镇压反对派抗议的人物 欧盟国家正在严拟一份名单 以实施冻结资产和入境禁令 官员们指出 这份名单可能包括大约20名的制裁对象 但是白俄罗斯邻国立陶宛等国则主张要增加制裁的人数 由于需要经过法律的审核 最终制裁的名单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正式的通知并且公布出来 不过正在德国柏林召开的欧盟会员国外长会议对象卢卡申科纳入制裁名单 是否有注意有看法的分歧 立陶宛的外长林克维丘斯在柏林就告诉记者表示说 他认为应该将他纳入制裁名单 并且表示说欧盟必须要加快速度 目前的情况前所未见令人无法忍受 另外捷克的外长派提赛克虽然同意卢卡申科被制裁 但是他认为应该先保留 他说一旦我们发现白俄罗斯的情势并没有正面的发展 稍后再采取这项动作 至于卢森堡的外长艾索伯恩则警告说 不能制裁卢卡申科 以免使透过欧洲安全及合作组织促成的谈判行动遭阻碍 派提赛克表示 欧盟各国外长要求欧盟外交和安全策略高级代表波瑞尔 在9月24号下一次外交会议之前以妥制裁的名单 白俄罗斯8月9号的时候举行了总统大选 卢卡申科声称赢得了八成的选票成功连任 然而民众并不相信这样的选举结果 直指卢卡申科涉及到了舞弊 自此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 路透28号引述了白俄罗斯通讯社的报道指出 卢卡申科扬言一旦欧盟实施制裁 还将切断去到白俄罗斯的道路 并且抵制立陶板的各个港口 卢卡申科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